同學問的比較多的是 他比較不能夠理解這個地方 這個if 這個邏輯 把A2那個日子 因為我現在在A3 我先檢查一下 預先檢查A2 把A2跟A2加一天之後比較看看 這個月份是不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這個要不等於 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改成等於 可以啊 如果你改成等於的話 那就把Force的 這個A2加一放在True 然後把True的這個什麼 這個 把這個什麼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等於的話 就把這個A2加一放這裡 那把什麼 把Force這邊改成這樣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意思說 如果他同個月份的話 那就輸出A2加一 如果不同個月份 反之的話 Force有沒有 其實就等同於 我在這邊加一個不等於 OK 兩種寫法 結果是一樣的 OK 只是說一般習慣 我習慣這樣寫不等於 如果不等於我先處理 主要是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 這個不等於 如果假設等於的話 那就是照一樣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 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向下向右 在外面再包什麼 包ifl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 下一個階段 我們希望 再把禮拜六 跟禮拜天 把它換成不同的顏色算了 那大概怎麼換 其實怎麼換 我想大概禮拜六 我希望 把它塗一個常用裡面的 那個顏色的話 也許就是 底色換個淺的綠色好了 類似這樣 然後呢 字的顏色 就放個深的綠色 就這樣 OK 那紅色的話 這個禮拜天的話 習慣上就是 填一個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好了 紅色在這裡 OK 當然如果你 做一個啦 因為52週啦 如果你假設 你土法練鋼的話 變成你要做52次 當然你比較聰明的同學 應該可以知道 用複製格式吧 而且複製格式還有不一樣 點一下是複製一次 點兩下的話 你是連續複製 所以聰明應該知道 點兩下吧 兩下 然後再一個 然後再兩個 再三個 那你不要點52次嗎 所以當然呢 如果你不希望 用土法練鋼的方式來做的話 如果我想要用什麼 用VBA來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 VBA寫出來就這樣 按一下按鈕 全部都OK了 還原的話就按一下還原格式 就會還原了 OK就這樣啦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OK 那我的話我一定會願意花時間寫這個就好了 那的話每天 假設你又換一個年齡 那你會再塗一次顏色 會浪費時間嗎 OK 那該問題要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 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們是 都是寫什麼 For i 等於第2列 到第32列 那可是問題喔 現在還有什麼 還有藍的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能要跨出去 就是不只是 單一藍 如果你有 這個叫A的話 它一定是數字喔 1到12藍 有沒有 你不能For For J 等於A到L不行 一定是數字 所以是1到12 OK 所以呢 再來我們怎麼寫來 其實也不難 就是 回圈兩個 一個是列 一個是藍 然後第2個的話呢 就是裡面要做 兩個邏輯判斷 一個是判斷禮拜六 一個是判斷禮拜天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那怎麼判斷喔 接下來的話呢 開發人員這個 名稱叫做格式化日期 所以你 VBA裡面的話 那我們給它的名稱的話 就是這個模組 給它叫做格式化日期好了 OK 那假設這樣 這邊先 Delete掉好了 有沒有 Sub格式化日期 Enter 那首先的話呢 要怎麼寫啦 其實以後呢 按Tab For回圈的話 就是什麼 列 所以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第2列應該是第2吧 第1列不是第2列 到第幾列呢 32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再來就 For J 等於什麼 第幾欄 第1欄 到第12欄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有沒有 長得都很像 建議啦 一定要按Tab 如果你不按Tab的話 它沒有一個結構性 看起來很累啦 那如果結構性的話很清楚 再來的話呢 再按Tab 裡面要做什麼 如果 特別是喔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幫我填一個顏色 字的顏色跟底色前面交過嘛 好 所以喔 如果一負 禮拜六 怎麼判斷啊 那就把那個儲存格資料帶過來 那個儲存格的資料喔 帶過來就是 那個儲存格叫Sales 之前是哪一列 第1列嘛 哪一欄 現在就改成J就可以了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要抓那個 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就是叫Sales IJ就可以了 那我怎麼判斷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 VBA裡面有沒有函數 可以判斷是禮拜期的 VBA點有沒有 你打一個weekday 特別注意喔 他裡面也有weekday 一模一樣名稱喔 用法一模一樣喔 瓜糊 給他一個日期 就是這個日期 如果怎麼樣呢 假如 weekday之後啊 判斷結果 禮拜六應該得到 7嘛 OK 跟剛剛一樣喔 所以跟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一樣 省於7 空一個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一副 做什麼呢 把字 假設這個是 字變成深綠的 然後底色變成淺綠的 那我們就把 把這個儲存格 搬到這邊 複製一下 然後這個儲存格裡面要做什麼 字 先設定 字的話 瓜糊先 假設你先把它刪掉 等一下記得要加 這個縫 縫點color應該還記得吧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縫 字的顏色 縫點color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RGB OK 那要什麼 深綠的 OK 然後呢 字的底色 這個我先打完好了 Sales 底色還記得吧 點什麼 點intel intel的color 所以點color 等於什麼 淺綠的RGB 瓜糊先給好了 但問題喔 深綠跟淺綠怎麼給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我這邊點一個 常用裡面不是有一個嗎 油漆桶 深綠色的話不知道 沒關係 其他色彩 找一個這個深綠碼的 置定一下 0 51 50 不然你不好記啊 應該記50算了 0 50 0 OK 然後如果 淺綠的話呢 用這個好了 OK 那就是 2014 記200算了 取個整數啦 每次要差 差一點點 不過他好像有固定規則 有沒有 兩邊小 好像接近黑的 有沒有 那如果兩邊都大 好像接近 白的 OK 應該記得吧 200 255 200 取消 那我們就把顏色填上去就OK了 所以如果不知道顏色的話 深色的話 0 0 斗點 50好了 斗點 0 然後呢 底色的話呢 就是200 斗點 255 斗點 200 如果你記性沒那麼好啦 把它抄起來就好了 好啦OK 大概這樣應該知道意思喔 記得把那個 刮斧再加上去 這個一定要加喔 如果你沒加的話 他變成全部的儲存格 都變成這個顏色 OK 那禮拜六 OK 禮拜六OK了 那禮拜天怎麼做呢 很簡單 把這個Ctrl11 Enter兩下貼上就可以了 因為呢 它差別 這個把它back到前面 差別是哪裡呢 它這邊是7嘛 那禮拜天應該多少 禮拜天應該是 1啦 還1 然後就是 字的顏色要紅的 紅的話就什麼 應該是 這應該255 有沒有 然後這邊沒有 就是紅綠藍 那如果 底色要黃的話 應該多少 還記得吧 紅配綠嘛 所以255 255 這邊多少 0 好 程式 基本上喔 就差不多寫好了 OK應該可以懂 如果要清除的話呢 你就把它在顏色清掉 清掉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喔 就把它恢復啦 不過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要清除格式 還原格式的話 好 那我乾脆這邊的話 那我乾脆這邊的話 加一個 叫做 環 還原格式 好 然後呢 我是建議喔 不要用跑回圈的 用range就可以了 有點像那個 框線喔 那你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整個範圍 因為他這個整個範圍 range 哪個範圍呢 從A2 有沒有 雙引號 A2 冒號 到應該L L的32 這個範圍怎麼樣 把它的字的顏色 所以全部喔 封color 有沒有這個 這邊全部的 封color 把它幫我改成什麼 改回 字的顏色 幫我改回原來 黑色 所以黑色應該是 RGB多少 黑的應該是 沒有顏色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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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黑的 那如果他的底色的話呢 那就是喔 不過你會發現 Range 有刮符沒關係 他還會提示 他的底色的話 就intereo 的color 那也是變成沒有 沒有還記得吧 沒有 就是xlnum 這個前面有講過喔 OK喔 好 還原格式 寫這樣就OK了 特別是啊 你不用再寫回圈 然後再做太慢了 太浪費 這樣比較快 OK 執行 清空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來執行 但是喔 你會發現喔 理論上 RNU8 他應該就是在找 有沒有禮拜六 禮拜天 有的話 有個禮拜六了 有沒有這個禮拜六 把它幫我填顏色 一直可以推啦 不過呢 你會發現喔 跑到某個地方的時候呢 就 形態不符 錯誤了 為什麼錯喔 好 真錯一下 那你需要去看喔 第幾欄第幾列出錯 30列 第2欄 第2欄是B啦 所以你就找一下 B30 在哪裡 這裡 這裡為什麼錯 因為喔 我們一樣的道理 你要丟資料給他 去做判 但是你應該丟一個日期 可是你卻丟一個什麼 沒有資料 欸 那你丟一個沒有資料喔 他就會跟你講說 喔 你給我的資料 形態不符啦 OK 特別之后 如果你以後看到什麼 13喔 那就表示你丟給他 不對的資料 有點像是那個 錯誤裡面的 請Value 一樣的道理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很簡單 你就把它跳過就好了 所以外面喔 你還可以再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這個判斷寫一個什麼 如果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空的話 那Sales I列的這一欄 指的是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如果等於空的 那就跳過吧 OK 那我們主要是要抓什麼呢 抓的是 如果你要做禮拜六、禮拜天的判斷的話 一定是要什麼 不等於 如果它儲存格裡面 不等於 空的 才判斷 那如果等於空的話 怎麼樣 它就跳過了 所以跳過的話 就是這邊加個 Endif OK 然後記得喔 把 因為這邊有很多 有沒有 這邊又一個if 這邊又一個if 記得喔 把這個裡面的if 按一個Tab 為什麼 下一切吧 你喔 外面那一層 有點像 第一個關卡 裡面 第二個關卡 第三個關卡 你要把它做 這個 按Tab 縮排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目前中斷點的程式移到上面去 讓它倒車 你再重新幫我檢查一下 它會怎麼樣呢 這個結果會不會是True 因為True才進得去喔 因為True才進得去喔 True才進得去喔 True就跳過了 有點像你那個 去搭捷運一樣嘛 你刷卡 BeTrue進去 True True 抱歉 請你離開 所以呢 True 它會怎麼樣 跳過了 Endif 沒事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最後再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一定要是它不等於空的 它才能進去這邊判斷 如果等於空的 很抱歉 請你離開吧 OK 那其他的話執行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一下就OK了 那還原就按一下 還原好像我改了名稱 重新指定 還原在這裡 OK 把它還原一下 就兩行 還原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兩行 這兩段雲端上也有啦 那其實呢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可以 可以自己稍微 動手打一下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4J 等於哪一欄到哪一欄 然後裡面的儲存格就是 Sales IJ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喔 C C C